专科学校发生了流感群聚事件 而警转他们也证实 从9月30号一直到10月3号 短短一个星期就有22个人身体不舒服 出现像是发烧 喉咙痛 还有全身酸痛等症状 原来都是感染上A型流感 消防表示这22位同学都是新生 还好都是轻症 自行隔离5天之后就可以回到学校上课 实际管署副署长庄人侠就说 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 校园通报流感群聚人数最多的一起 然而万方胸腔内科主任他也特别呼吁 新冠病毒加上流感如果引发重症 呼吸衰竭的风险会提高2.35倍 所以他也说了最根本的防治之道 就是提早接种疫苗 至于急诊医师吴昌腾他也呼吁 COVID-19再加上流感全面传播 儿科以及急诊的这个病人数暴增 今年夏天 今年冬天 我们可能要跟双重流行病毒 正面迎战 什么都要一起活动的警官学生 一如往常的作息 集体住宿的他们在结束关系 完成成间活动之后 早上8点迎接第一堂课 不过校园里头至少有8个班级 座位就是有这么几个空缺 原来是流感高得贵 22位感染的学生不得不缺席课堂 离拜五开始就入戏有学生 那有些是在家里 在收假前他就发现到他发烧 大概有12位左右 那昨天呢 就是礼拜一 回来收假以后大概有10位学生 那总共22位学生里面 他们并不是在同一个寝室 他们是婚散的 目前20位学生都是新生 好在全部都是轻症 自行隔离5天之后 就能回到学校上课 病毒株确定是H3N2 和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株相同 只是对年轻人来说 染疫之后是轻症 但对长者或是婴幼儿来讲 又是另外一回事 加上流感和新冠的症状相似 有医师建议应该要尽快推出 新冠与流感的二合一快篩 诊断其中一种病毒的时候 其实并不能够排除 我们同时有另一个病毒的感染 这样子的病人 他又是有更高的风险 变成重症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个 筛检工具 他是可以同时诊断 两种病毒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有帮忙 根据医师提供的资料显示 新冠病毒的病人 合并流感感染时 引发重症呼吸衰竭的风险 提高到2.35倍 不过早期投药都能够治疗 最根本的方式 还是提早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华市新闻 方立亭 陈志学 汪前晃 代表报道 华市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 要提供给你